海贼王,凯多的三大形态特点,龙形态纯肉,龙人形态又弱点。 凯多作为四皇之一,拥有韦田清风的最强生物的称号,因此他的实力应该也非常强大,并且凯多的履历也非常丰富。 早期与大妈同为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,曾一起对抗过塔普与罗杰。 后来战剧和之国成为自己的剧店,把玉田搞死,自己只是受了轻伤。 后面面对莫莉亚的入侵也是轻松击败。 随着剧情的发展,凯多的神秘面纱逐渐揭晓,其实力也开始显露。 原来我们一直猜测凯多的恶魔果实是龙龙果实,而现在我们都知道它是鱼鱼果实中的幻兽众星龙。 凯多目前有三大形态,每个形态都有各自的特点,小海接下来就来为大家解析一下。 人形态 人形态就不多说了,就是我们最常看见的凯多的样子。 人形态下的凯多保持着人的样子,以及拥有很多大块肌肉,当然这个状态的凯多实力只能发挥作为人的基本力量。 招待招式便是雷鸣八卦,这一招曾经一击带晕了四档陆飞。 人形态下的凯多攻防均衡,攻击力十足,但是速度较满,赤销九霞都可以在凯多身上留下伤疤。 龙形态 龙形态就是凯多泛化成青龙形态,这种形态下的凯多剩在一个大,他就像一个真实的龙一样漂浮在空中,能飞能抗,护价值MAX。 几乎很少有招式能够打伤这个形态的凯多,除了当时的玉田在凯多身上留下了伤疤,反正龙形态的凯多就一个字,肉。 龙形态凯多的招牌招式便是热习,威力十分强大。 龙人形态 龙人形态 龙人形态是凯多最近才公布的一个新的形态,从字面意思上来讲,就是半人半龙。 小海以为这个状态下的凯多应该是最强,毕竟保持了人形状态的灵活,也拥有龙形态的力量。 龙人凯多,敏捷直高,速度快,但是有个点就是防御力低,攻击力也稍低。 面对陆飞的攻击,龙人形态的凯多便是能躲就躲,而集中力揽的攻击大大陆飞却还是不痛不了。 所以综合凯多的三种形态,龙人形态是最合适的战斗形态,当然这个形态的凯多弱点也是很明显,就是不知道尾田后面会不会给凯多加一些新的招式,让整个战斗场面变得更加精彩。 你觉得凯多的三个形态,哪个最强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回复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